大家好,我是Susan,欢迎来到Garden365 今天我们一起来密种中国芹 现在南半球正是夏天,很多朋友呢不喜欢在夏天种芹菜 因为夏天的芹菜呢长得老,味道浓 特别是中国芹还会微微的发苦 今天这期视频特别分享给喜欢吃芹菜的朋友 希望大家在夏天也能收获鲜嫩美味的芹菜 首先,夏天种芹菜我们用的土要比较疏松 如果粘土比较多,太阳一晒非常硬 天气凉,雨水多倒不要紧 夏天芹菜长在干巴巴的土壤里,长得慢,容易老 大家在种之前呢可以提前把土壤改良一下 我呢就在土里埋了一些割下来的草 这是在热天种好芹菜的第一步 天凉的时候为了方便我就直接把种子撒在地里 然后呢觉得太命了再移苗 天热我就直接用育苗盒来育苗 每一个小格子里呢我撒了十几二十颗种子稍微密一点 药芸绿呢不是百分之百 长出来的这些小苗呢我就不把它们再分苗了 就这样一小坨一小坨直接种 夏天的芹菜呢喜欢挤在一起 挤在一起长虽然细了点,但是会很嫩 定好位置之后我用羊粪做底肥 我用的肥料并不多,每一个小坑里呢我就放一小把羊粪 然后把羊粪和土壤混合 芹菜喜欢冷凉湿润的环境 生长温度以15度到25度最为合适 当温度低于15度或者高于25度呢 虽然我们的芹菜可以生长 但如果要育苗,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时间就会很长 这也是许多朋友觉得中国芹的苗迟迟不长,长得很慢的原因 所以我们秋天种芹菜要提前在白天温度20度左右的时候育苗 这样等天气凉下来,我们的芹菜呢就进入生长期 我们就可以收获了 如果等天气凉了再育苗,一边育苗气温越来越低 芹菜苗会长得非常慢,要几个月才能收获 春天和下出育苗,种子发芽会快取多 只要温度合适,不缺水,一个多月就可以移栽了 所以要避免在太冷或者是太热的时候育苾菜苗 育苗后的第三个星期,我要浇一次液体肥 用的是用水泡开的羊分 为了避免污染,我会在绿叶菜刚开始的生长期呢 浇一些羊分水 等到快要收获的时候呢 就浇一些自己做的浇素啊 或者是其他的液体肥 除了种的时候加了一些底肥 每个星期呢,我都会浇一次不同的液体肥 羊分水呢,在夏天呢,味道很臭 大家可以用小口的瓶子来装肥水 这样就不容易生小肥虫 或者在加底肥的时候呢,多加一些羊分 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再浇羊分水了 羊分水可以等到天冷的时候再用 我为了芹菜能够快点长呢 就浇了一些肥水 肥水要比颗粒的肥料更容易被吸收 一个星期之后,是不是芹菜就长大了不少 现在呢,颗粒的底肥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我就浇一点淡淡的发酵过的牛奶水 这时候您家里平时发酵的各种各样的液体肥呢 都可以派上用处了 可以每个星期换着浇 如果浓度低,还可以一周浇上两到三次 我为了好管理,所有的绿叶菜每个星期统一一个时间浇一次液体肥 由于浇的品种不同,浓度也没有特别的规定 有时浓一点,有时淡一点 只要叶菜能够健康的生长,布黄叶就行 如果怕掌握不好,液体肥可以淡一点,多浇几次 看这个芹菜的长势,今天再浇一次蚯蚓肥,过几天就可以收获了 这几天有一只鸟就盯着我的几颗芹菜刨 所以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盖了一个碟子 虽然损失了几颗芹菜,好在其他的芹菜根它就不刨了 这两天有点干,浇肥之前我们要先浇透水 这样浇透肥呢,才能被更好的吸收利用 浓度呢,我也会根据不同的菜,不同的需要调整 这次呢,浓度大约在1比10 有时候用大桶呢,可能会到1比50 种菜需要时间的积累,只要您多多尝试 慢慢的,您就会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得心应手的种植方法 夏天我们芹菜种的比较密,所以它不会长得很粗 大家呢,不要等它长得太大 一等,还没长大就老了 差不多高度在30公分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 快收快吃,然后让它长第二批 不能像秋天那样一直放在地里 想吃的时候呢,再来采摘 不用很长时间,只要晚采摘一个星期 您就会发现夏天的芹菜纤维多,嚼不动,味道苦 这也是很多朋友夏天不愿意种中国芹的最大的原因 大家看我把芹菜种在了半阴的小菜框里 如果您的小菜地阳光很足,夏天种芹菜一定要用遮阳网 遮一下阳呢,我们的芹菜长的颜色就不会很深 黄绿色的芹菜才嫩,深绿色就已经老了 所以我们夏天的芹菜不用种太多,趁嫩吃才是重点 采摘完一次之后,一定要再加一次肥 这次呢,我们就可以用固体肥了 我还是用固体的颗粒羊分 回家的足,水浇的够,芹菜就不容易老 在适当的密植,再借助遮阳网来遮阳 那么您在夏天也是能够收获鲜嫩美味的芹菜的 和在秋天种植芹菜相比 在夏天种植芹菜就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它们 希望您也能在夏天种出嫩嫩的美味的芹菜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评论区打个笑脸 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